大家好,今天我要讲的地理雨前灾害那一课 我今天会讲气候和一些季后风 气候是一段较长时间的平均天气 例如说香港,就是香港的夏季燕潮室 冬季清凉干燥 而季后风系统就是季风 季风是什么? 随季至根体而改变的风 照旧一样是风 风是从高气去低气 例如香港,夏季是从海洋到陆地 所以非常潮湿 就是向岸风,会有大量雨水 而冬季即是从陆地去海洋 水分就被吹走了 缺乏水分,就是干燥的天气 通常气压低,温度就高 气压高,温度就低 是相反的 例如夏季陆地,吸热的速度快,所以温度高 热空气上升,就会形成低气压 海洋吸热慢,温度就低,所以气压就会较高 冬季的陆地都一样,散热快,所以温度低 冷空气下沉,就是高气压 海洋,散热速度较慢,温度较高,气压就会较低 气压高温度低,气压低温度高,就是这样的原理 风是从高气压到低气压 今天我的分析完,不得了